首先選用一塊稀有力超強的粉餅 這個妝容我從眉毛先開始 這樣待會畫眉就不怕出油啦 文具店都有的黏著膠 把它使用在眉毛上 直接像黏著劑一樣 要切記喔 把你所有的毛流使命的黏著在你的肌膚上 再用濕紙巾把邊緣給擦拭乾淨 第二次疊加稀有粉餅 選擇一款透明散粉 少量多次疊加 完成眉型的定妝 這是我定妝後的第一層眉毛的效果 選用一款連刺青都能輕而一舉給遮瑕掉的粉底盤 這是第一層遮蓋眉毛的效果 這一款稀有散粉 不推薦給乾性膚質的人 因為它稀有力太強了 急著拿著垃圾桶 我有潔癖 連散粉都不能掉到地上 我對空油型的散粉不能說是喜愛 應該說走火入魔 是的 眉毛怎麼可能你才遮一次它就完全看不見了 至少要遮個第二第三一層又一層 黑色眼線膠 我把它使用在畫我的眉毛 接下來這一段我必須要快進 因為光是我在實際上畫眉毛 就畫了快40分鐘 所以我要畫出一對一模一樣的眉型 真是不可能 這是一款眼影打底膏 這是一款眼影打底膏 使用在待會會畫到眼影的地方 其實眼影打底膏還有一個很棒的功效 就是你的皮膚不會染色 再來就是你卸妝的時候會很好去除 選用一支黑色眼線筆 我從後眼尾的下眼線開始 那用眼線筆的原因是因為它比較好暈染 我個人收納最多的第二名 應該是眼影盤 使用黑色的眼影粉 疊加在剛剛已經畫好的眼線之後 再用遮瑕把邊際線修得再更柔和一些 讓整個眼睛的妝容乾淨度更加的明確 再用一支乾淨的眼影刷 把剛剛的黑色眼影粉的部分 全部都做一個大融合 使用黑色的眼線膠 去勾勒出比較硬式的線條感 同時可以把這種比較像插畫式的畫法 也可以藉由黑色的眼線膠來呈現 重點就是因為它的持妝的效果比較好 接下來要畫刺青的部分 先把所有的油分給吸乾淨 選用一支咖啡色的眼線筆 來勾勒出刺青的線條 二來再使用遮瑕 來增加你待會會使用的顏色的飽和度 這是一款身體彩繪膏 我每次畫這種線條感的時候 我都會暫時停止 你的呼吸不然手會不斷的抖動 如果你喜歡飽和度很高的眼影粉的話 我推薦 Jeffree Star的眼影盤給你 使用銅色系的眼影粉 可以增加膏狀的飽和度 還可以達到定妝的效果 原畫的作者所畫的圖 鬍鬚只有上半部 而且比較稀疏 但我為了增加這個滄桑感 我就乾脆把我原始的鬍子 再畫得更濃密一點 這件衣服要報銷了 經典五色眼影盤 這一盤可以當眼影、腮紅、打亮、修飾 使用一盤超級多功能的 我不得不為所有的美妝博主 來一個掌聲鼓勵 原因是這樣子的 我原本想要混水摸魚過了這個衣冠 但有強迫症的我 就是始終覺得那一塊再怎麼放都不對 所以我決定把黑色的紗布 就把它整個用彩繪膏給塗黑 於是視頻裡的道具就出現了 緊接著這個白色的透氣膠帶 它與原創作者所畫出來的顏色不符 可以用畫的 就是畫腐朽微生漆嗎? 用黑色的眼線膠 來描繪出有手繪質感的線條 以及把我不小心弄髒的地方 再做最後的補修 接下來我們就來欣賞成品吧 中文字幕志祥